欢迎来到新人与放奎 今天拿了个免费的洞洞板 这是最终的效果图 那么接下来分享一下安装经验 提示预警 我第一次的安装失败了 如果大家也要安装Packboard洞洞板 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 拿到的Packboard洞洞板 大概有这么大 比我这个免费的桌子稍微长一点点 最终就是要把桌子上的所有工具 都挂在这个洞洞板上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洞洞板 材质上感觉是混合材质 不是木头但很硬 也挺薄的 正面和背面长这样 这里还有一盒挂钩什么的 也是免费的 和洞洞板一起送的 用来挂工具的 这包里有很多厚度一样的 小木块和螺丝 是用来安装洞洞板的 那么第一步 需要检查一下这个洞洞板 到合适的长度 我觉得和桌子一样长 会比较好看 那么我就用铅笔标记一下 然后用Sawhorse木码 架着洞洞板 如果你没有木码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用什么小桌子 小椅子 或者快递纸箱垫在下面 只要能把洞洞板架起来 让它腾空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腾空起来 让原具方便切割嘛 因为技术不足 所以我需要辅助工具 帮我切割直线 这次用的是水平仪和夹子 算好位置之后 就用夹子夹紧水平仪 就能切直线了 就像这样 没有水平仪的话 你也可以用任何直线的东西取代 比如木条什么的 操作原具 建议戴上手套和后木镜 注意安全 开始切割 可以看到我推进太快 所以卡住了 那么切割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推进的慢一点 这样不容易卡住 是你 我是你 是你 哦 我 有 现在把桌子上的东西统统挪开 我这边地方比较小 你有能力的话可以把桌子也挪走 接着是第二步 如何把动弄板Packboard固定在墙上 这里我第一次使用的方法 是用很多这种小木块 中间打个洞 然后用螺丝钉上墙 就像这样 这里有几点要注意的是 1.木块的厚度是0.75英寸 大概是两厘米 要保证你所有的木块厚度都得一样 不然你的板会不平 2.一定要用螺丝 不能用钉子 因为你需要纵向的抓力 板才不会掉下来 螺丝有螺纹就有抓力 钉子不行 钉子只有横向的抓力 3.螺丝长度一定要超过木块厚度一半以上 不然也没有抓力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这里我第一次用的螺丝就是太短 导致于后来整个动弄板都掉下来 不过这是后话 后来我用更长的螺丝 搭配膨胀螺丝重新安装好了 记得看到最后 有分享教程 这里演示一下具体操作 木块会卡在动弄板和墙壁之间 然后用螺丝从动弄板里穿过木块 打进墙壁 木块的作用就是让板和墙壁之间有空隙 这样才能挂钩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小木块 你用整个木板也可以 木板的厚度需要在0.75到一个硬区之间 就是2到2.5厘米 比如像这样 只是这么做会多飞点木头 第三步寻找stud 也就是立柱 就是墙后面的木头 因为把螺丝打到立柱上 会比直接打在拽握石膏板上坚固的很多 这一步其实属于锦上添花 如果你实在不想做 问题也不大 确认立柱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用的是stud finder 这款我是在Costco买的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按住中间的按钮 来回挪动就可以了 有立柱的地方 它就会变成红色 然后用鉴笔标记一下 为了不让立柱开裂 需要在立柱上预先钻孔 钻孔前一定要先确认 孔的位置正好是动弄板的动弄眼 这里你最好有两个人 帮你扶着动弄板 好方便你去标记打孔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一个人试来试去 还是不行 接着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用另一块木板垫在下面 这样动弄板它就稳了 这里我直接省去了标记 直接用电钻打孔 因为现在我能百分之百确定位置了 这里我漏了一步 我建议在取向动弄板之前 用铅笔在四个角做四个标记 这样之后你可以更快的找到原来的位置 第四步 开始安装木块和螺丝 首先我的想法是一个一个木块和螺丝进行安装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 如果我先安装外围的螺丝 那么我就不能安装里面的螺丝了 因为四周都已经被我钉死了嘛 所以办法是要预先把所有的木块和螺丝 拧到动弄板上 然后挂上墙壁 再打进墙壁里拧紧 还好只安装了两个我就立马发现了问题 立马拆下来 然后像这样把动弄板翻过来 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把你想用的木块的个数和螺丝都拧上去 建议周围的一圈肯定要多一点 这样支撑多一点嘛 我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么第五步 最后一步就是把所有的螺丝打进墙壁了 首先拿起动弄板 最好找个一帮手 两个人会简单很多嘛 然后从四周开始打螺丝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你四周打进去之后 动弄板就可以直接挂住了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打中间的那些螺丝了嘛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的是 动弄板放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和之前在立竹上预先钻的孔要重合 所以在第三步的时候 建议拿铅笔把动弄板的四个角 位置标记下来 这样放回去的时候 就会很快的能对上 四周的螺丝打完后 动弄板基本上就稳了 你看我拿走下面的支撑木板 也没有问题 完工了 来看一下效果 看起来还是很舒适的 最后给一个特写 动弄板和墙壁镇的空隙 就是木块的厚度 那么和视频之前说的一样 这是十天之后的 我发现整个动弄板都掉下来了 所以第一次安装是失败的 仔细研究了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螺丝太短 你看看 这螺丝的头就比木头长那么一点点 抓力肯定不够 这里再对比一下 两个螺丝 第一次用的螺丝 就是送我弄动板的人送我的螺丝 和我第二次用的螺丝 一目了然 它短了不少 我第二次用的螺丝 长度有1.6英区左右 这样抓力是够了 那么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螺丝 通通换成1.6英区的 第二步稍微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螺丝是打在stut力柱上的 那么直接打上螺丝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打在stut力柱上的 就是打在石膏板上的 那么为了增加抓力 建议搭配一个膨胀螺丝 这边加用的膨胀螺丝 一般都是塑料白色的 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型号 但效果其实都是相同的 就是大大增加抓力 所以只要是膨胀螺丝就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 螺丝和膨胀螺丝的大小要搭配上 也就是直径大小 基本要一致才能搭配使用 膨胀螺丝的工作原理也不复杂 就是白色塑料那部分 它一旦受到压力就会撑开 顶住石膏板 如图所示 这样螺丝就会变得非常难拔出来 可以牢牢固定住螺丝抓住的东西 具体操作也不是很复杂 先在石膏板上钻个洞 洞要和螺丝的直径差不多 然后把白色的膨胀螺丝 用锤子敲进去 最后再把螺丝拧进膨胀螺丝就可以了 由于看到冻冻板整个掉下来太吃惊 我第二次安装的时候就没有录视频 不过你按照我的方法 只要你用够长的螺丝 搭配膨胀螺丝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这个洞洞板还是非常的牢固 最后做个总结 这个洞洞板的安装难度其实并不高 所需要的材料也比较简单 你需要厚度0.75到一个硬区的木板 或者小木块 不差钱就用木板 比较随便的像我就可以直接用小木块 另外你需要长度最少1.5硬区的螺丝 起码需要20个以上 螺丝的直径取决于洞洞板洞的大小 千万不能比洞大 不然就拟不进去了 你还需要膨胀螺丝 最少10个以上 需要的工具你一定会需要原具 用来切割木材和洞洞板 还会需要螺丝刀 用来拧螺丝 手动电动都可以 你还需要电钻 用来给膨胀螺丝钻洞的 你还需要锤子 用来把膨胀螺丝敲进石膏板里面的 最后一点注意事项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 最好有一个帮手 没有帮手的话 你会非常累 做的也会很慢 那么下次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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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